某位道士念念有词地烧了几道纸 或者在空中虚化几圈 往往就能呼风唤雨驱病消灾 甚至能够隐形变化 这些或有形或者无形的神秘自治叫俘虏 道教俘虏类别繁多 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来请神 捉鬼 辟邪 求财 忘桃花等等 俘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山海经说海上有一座仙山 山上长着盘取千里的大桃树 此树有二神 砖捉恶鬼 结果 刻着两位大神形象的陶服 就走进了千家万户 描摹鬼神 这也许就是造福的灵感由来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 只要将某种物品画得逼真 就可以与真物相通 乃至得到真物的灵性 一些汉代的薄画上画有神知 并且旁边各自著名了神的名字和导词 写上名字 即使描摹的不太像也没有关系 神还是可以准确的被招来 而且有了文字的帮助 连愿望也可以写得一清二楚 不过到了后世 俘虏就越来越不直观 或图文相结合 或者是笔画弯曲变形 显得神秘怪蛋 道士们通常把符字写在黄表纸或者是黄箔上 还要使用猪末书写 猪是猪杀 末是烟末 他们相信猪杀尤其能够驱鬼避邪 想要达到驱魔的效果 这些材料必须加以点化通灵 比如说在纸上喝气 或者是将沾着猪杀的笔在箱上照上一照 如此这般就落笔如有神了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字 道家经典云集七千里面这样解释符字 符者通去云雾星辰之事 云雾星辰之事 暗于法天相帝的书体 什么意思呢 古代的时候有鸟转雷文 鸟转是转术的一种 它的笔画有鸟形替代 是一种象形书法 雷文是青铜器的文式之一 以连续的方折回转型线条 构成了几何图案 荣医的书中还有一些很类似昆虫的字 它们给道家带来了无穷的灵感 道夫爱用独有的云转 这种云转据说是云气转化而成 神似狂草 透着一股先锋神韵 也有符字上面点缀星斗的 尤其是北斗七星 它本身就是神灵的化身 有的道夫中可以看到人形符 可能是使者 可能是神仙 甚至是亡灵的人心 一些符中还要写入咒语文字 它们与人形符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给人奇轨的印象 此外 阴阳五行太极八卦 这些都是常用的元素 以纯文字构成的符 是人们最熟悉的 但因为夸张变形 和别出心裁的组合 同样难以辨认 为什么符禄如此描划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 道家符禄师徒相传 弟子中有不少一样描画 而不知其意的 结果按照道家的宗教思想精心构建的福子们 几代之后 变成了只知其心 不知其意之物了 合格的符禄不是赵本宣科的书画 而是运用画符者内在的神秘力量 气 并遵循一定的道法 书写而成 法印是道教的重要法器 也是符禄是否能够灵验的关键所在 没有加盖法印的符禄 原则上是没有用处的 道家符禄要灵验 还需要一个搭档 咒术 不仅制符中 需要对材料施咒 用符前 要经过射弹 咒动 念咒等步骤 来驱使鬼神 符的载体 也不仅仅限于纸 薄 木材 石材 金属等等 都可以 画好了符 这个符该怎么用呢 最常用的就是烧 将符纸从符尾开始点燃 用火烧成灰 或者将符纸折成三角形 戴在身上 还可以将符贴在门上 床上 神汤 汽车等等各处 也可以用火化符成灰 泡水饮用 或者将符与水共间服用 化符入水可以治病的符水 据说是因为制符材料中 有朱砂可以安神 又或者是掺了一些中药 所以才得以显灵 还有一种方法擦 用食指与中指冰冷 占符水插身 常在电影里看到的 喷就是施术者做法之后 口寒符水喷洒 在所有的咒语中 我们最熟悉的 恐怕还是极极如律令 它是道教念咒 驱使鬼神时所用的墨语 律令不是法律命令的意思 而是一个人名 相传在周末王的时候 有个人走路特别快 他死后做了小鬼 像律令一样急速快走 指的是立即生效 那么谁都可以化符吗 这里先来说一下符和路的区别 符路是一种统称 但严格的说符和路是不同的 符是符字 而路是法路 类似于天神的名目 方便招神潜将 驱鬼阵魔 道士只有被授予路这个宝典 才有资格与天沟通 没有被授予路的是不能强行施法的 也就是说福无路则不灵 至于道家的福禄是否灵验 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见 再听见 一驱 六 三 三 三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